他是闪电侠,是热口的图腾,是巅峰时期叫板科比的真男人,更是2003年除了詹姆斯之外最成功的代表人物。 这些让人再熟悉不过的形容词,如今却很难再听到了。 詹姆斯登顶历史得分榜当天在观众席出现,边看球边享受珍妮阿姨柔肩服务的韦德,一个奇怪的词条登上热搜,媒体的标题叫恍若格式。 事实的确如此,自从20年韦德就变得孤僻起来,一来是芝加哥全明星的九分闹剧,让他心情糟糕,二来生意太忙,加上做了爵士的小老板,他根本没时间抛头露面。 就这样球迷用了三年时间接受了韦德完全从球员转变成商人的现实,然后慢慢关注起了联盟新人,但时间会消逝,故事却永远崭新,这个同样承载着一代人青春的闪电侠,也有着。 值得回顾百遍的故事。 属于韦德的一切,就从2003年选秀当晚开始说起吧。 其实坐在小绿屋,穿着蓝色系衬衫西装,被整整六架摄像机镜头对准的韦德,心里想的一直是去年的一切,那段日子简直太难熬了。 当时韦德满心想着建功立业,但生活和身体都背叛了他。 先是因为过早结婚,他必须按照发期沃恩,方奇斯的要求安排好一家人的生活,工作,住房等等问题。 在投身进NB的洪流当中,至少在进入美智兰之前,从小受尽苦难的韦德,还算是一个有责任性的男人。 膝盖伤病就更糟糕一点,在关节禁手术里,他本来只需要修复轻度的撕裂,可由于医疗条件落后,加上韦德毫无健康知识,他居然任由医院摘出了他的半月板,自此落下了膝盖的病根。 实际上在马奎德大学的前两个赛季,韦德就是毫无疑问的状元候选人,但进步却赶不上变化。 球探一致认为他的生涯会璀璨而短暂,感情生活也会拖他的后腿,所以03年他报名参选时,名字一度掉出了预测榜前三名。 好在热火是一个喜欢豪赌的球队,他们没有让韦德等太久,第五顺位,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。 选秀当晚,韦德只觉得结局还好,而他根本想不到,选秀只是幸运女神向他射出的第一支弓箭。 没错,当身边的天之骄子青年才俊,还在醉心于数据,拼了小命都拿不到季后赛名额的同时,韦德却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超巨队友,奥尼尔。 让他震惊的是,曾经是位偶像的大鲨鱼,居然公开表示自己甘当副手,当然这是为了刺激科比,但对于韦德来说,一段美好的生涯,似乎正在缓缓地拉开划圈。